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对私乘人员的保护非常强 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 骨架是车身 和专用的底盘 专用的底盘 它和正面的加上前身的前头和整个钢梁 就是纵向撞击的时候 前后纵向撞击的时候 它对被动安全性保护非常强 另外侧围的安全性 这个就是有骨架式车身的 它骨架式车身是一个环状的 金刚封闭环的环状结构 这样在它侧翻或者侧面撞击的时候 它的被动安全性也是非常强的 另外一个就是一些专业校车的专业装置 比如说停车指示盘 当然还包括车内一些 比如说专业的儿童座椅安全带 包括扶手等等这些 既然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 它的安全系数也不会输给美国校车 对吧 那么为什么我们都很少看到的这样的校车 因为没钱 因为第一个这个事情是刚起步 第二个就是说目前来说 就是说大部分人说没钱 那么这么昂贵的这个小车 谁来买单 应该谁来承担 既然我先问一下 既然特别讲真金白银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政府来出的 我个人认为了 政府要至少承担相当一部分费用 相当一部分由政府来负担 来杰然呢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车就应该由政府来承担 就是有政府 为什么 我们现在政府整个中央财政 有10万亿的财政收入 那么现在我们 对啊 我知道一个数据 我们每一年这个公车的工程 这个消费大概达到了2000亿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校车的投入 有多少没有任何数据 我觉得从中央省市县 三级四级财政来负担的话 各自负责 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我们来先稍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 稍等我们看一下 周代表你看 交易部 这就是你当初齐案 交 你交给这个交易部 交易部回复表示说 财政投入不足 是开展校车工作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投入不足 如果全国范围内的学钱 跟义务教育阶段的购买校车 需要有3000亿的预算 且一年的运行 还有维护费用 1500亿 最后的结论认为 4500亿的政府买单 费用太大了 你当时看到了 教育部给你这样回答之后 脑海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第一个反应呢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教育部回复 我提的时候 就不是给教育部提的 我认为销售问题 看起来是教育问题 实际上不完全是教育问题 应该就校车 跳出校车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最希望是财政部回复我 这是一个问题要澄清 第二个要澄清呢 教育部实际上 从他们的回复来看呢 我个人理解是 并不是说这个事情 政府不应该做 而是希望我们代表 通过提出这种建议 来促使发改委财政 发改委立价 财政出钱 帮助教育部解决问题 我是这个理解 好来唐君 首先我同意周老师的一个意见 就是说这个校车的问题 而且现在我们谈到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可能都不是教育的问题 它是一个儿童福利的问题 儿童福利 对吧 儿童福利 但是恰恰在中国是没有儿童福利的 儿童福利作为一项积极性权利 它不是消极性权利 他们作为积极性权利的话 你必须是要有一个外在的财政支持做保障才可以实现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全世界最早把校车涂成颜色 给了它的交通特权 也是美国 后来推广到全世界 当时他们的政府财力 跟我们现在今天的政府财力相比 我想还不如今天中国政府的财力 所以这是更多的是一个财政支出的安排问题 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财力本身足不足以真诚的问题 你搞清楚啊 这个钱从哪来的 三千亿一千五百亿多少钱 都是我们打工打干出来的呀 那是 是吧 我们测算那个全世界说税收痛苦指数 中国是第二 但是我说 这个条件 如果这个钱我们不花的话 现在他家人终了15天 这个把剩下的钱都花出去啊 你不花的这里也是不花白不花 你看一提到钱的事情就是敏感的 来谢谢大家 但是重点还是要解决场下的嘉宾 请说 一句话 国家的孩子 国家有义务给孩子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 这个从这个问题考虑 国家绝对应该负责任 第二这个钱的问题不成问题 你他那个教育部公布那个数字 三千亿以后 一千五百亿以后 我不知道他这个数字从哪来的 但实际上中国有两千多个县 你就是你 即便这个数字成立的话 你疯伤到每个县 就一两个亿的情况 然后中央财政也不差钱 然后省市县 如果这个都就是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他钱不是问题 据我所知 我做十多点调查记者 就我据我所知 每个县都不差钱 每个县都不差钱 就是哪怕是平空县 哪怕是平空县 就最简单一点 每个县都不差钱 就是钱是怎么用的 对对对 这个大问题 最简单一点 就是每个县的交警队账户上 他就存了几千万 没有问题 他要罚款 那仿房 仿房款就有几千万 那没有问题的那个 他这个钱一直趴在那 不知道怎么花 就是不给孩子花 所以他那个 只要你从那个国家的孩子的角度认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成为问题 好 政府你所有判断 我认为国家是绝对应该拿这部分钱 这部分钱应该怎么拿 先拿出多少 这部分 拿出来这部分钱应该是有倾向性的 先投入到哪里去 我觉得这个任何事情都是势在人为 最重要的 我是认为现在先解决是这个驾驶校车从业人员的这个素质问题 把他们的这个素质提高 让允许可以现在目前在路上能跑的这些校车 让他们能提高一些安全系数 我虽然说赞成 在这里头政府要承担相当一部分费用 但是我也反对完全由政府来买单 就是说这个一方面就是很大一笔钱 另外一方面呢 完全免费可能在市场运行中也不经济 刚才那位观众说 他说现在当务职机可能是培训司机 但是我们可能别忘了 你把司机的素质培训高了 他就有更好的职位去吸引他去做了 现在你的校车啊 这个校车司机的收入水平就这么高 那么所以呢 你单纯的通过某种比如说培训的方式 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说呢 我为什么说政府要提供适当的补贴呢 就说政府你一方面要规定 司机的价值技能可能会非常高 但同时你就必须为这么高的技能买单的 因为正常的市场 现在的市场价格 他一定达不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这个差额部分就需要你政府去负担 我们相信呢 就是说政府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 把现在的已经完成的 正在使用的校车的安全标准做适当提高 而不是说把现在的校车制度全部推翻 政府完全新叫了一套 完全花钱买一套所谓的那个崭新的校车系统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独特的国情之下 他能不能进行所谓的校车市场化 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这个市场化肯定是不行的 为什么首先第一点来说 我们这个要做校车的基本上 中小学特别是小学和初中 那么这个是显然是属于义务教育的范围 义务教育这个校车你说要去配备 是让这个政府出钱还是不让政府出钱 如果政府不出钱 那肯定又是家长来出 如果你再进行这个市场化的这么一个配置的话 那么很显然这种资源会去倾向这些经营公司 所以应该是用一种公益型的运营机构来进行运营 那么的其实我就是表达两个观点 第一我因为你只要是把这种服务包围个人 因为商人必然驱利 他必然会想尽办法节约成本来挣钱 所以这种事情 不管是买车要还是服务要 必须是国家全部承担 大家都认为政府是个好事 其实我觉得政府接入未必是个好事 比如说那个司机 那个政府那个来确保这个汽号车是非常安全的 大家知道开非常安全的车的司机 技术是下降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是 你政府把那个什么东西都包干去了 包完了以后你会发现 很多东西制度也在退换 那个筹钱能力也是退换了 所有的东西都在退换 你看吧 他那个动态趋向 政府干的越多 肯定是越差 而且这个市场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校车你买来以后 你只有早上接孩子的时候能够出去 晚上晚上送孩子的时候能够出去 中间这一段是空的 对吧 你怎么能保证这个机构 他不把这个用于用于其他的 而且你给的司机你要配的是最好的 通过制度 这些东西你当然可以制度 但是问题是你要成本的呀 来我们看看学童的意见如何 有一个小朋友刚刚特别举牌 来请请说 我觉得这个这个那个经费的问题 应该是由那个 谁来出 政府家长还有学校一块来出的 我觉得政府应该分七份的钱 然后学校分两份的钱 家长出一份的钱 好好好 政府 是啊 到底这个责任 是不是像他刚讲的 政府付七成 学校两成 家长来议成呢 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就能解决责任 到底该谁来负责休息变客 一虎一起谈继续来关心 校车安全的问题 谢谢